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 A 组进行了第二轮组内切磋 新生歌手们展现出的音乐活力 也让前辈歌手们焕发青春 经过两轮的精彩演绎 A 组的团战队伍终于成型 小马 请选择 很想选大老师 大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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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B组同样要来一场展现青春模样的组内对决 这一次来我们的歌是一个荣幸 跟小七哥合作呢又是一个荣幸 已经上升到这个 他用他的人格去感染你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和小七哥的舞台吧 我们上次唱了我的歌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来唱你的歌 哇 压力瞬间来到了我这里 你的歌还真是不好唱 七哥有偷恋了一下 我觉得这首歌不错 多想回到 你喜欢这首吗 如果当初没遇见你 如果可可惜里没下起大雨 如果一百亿种可能会错过你 明白你说从未先处失去 等下起个喘口气 连换气跟通口水都来不及 但是我觉得是很爽的 哇 哇 重要的东西来了 本轮公演在即写下一个年份 站上热爱原点 唱出一首歌曲 勇于奔赴未来 请用音乐回答 一路为伍少年无畏 他说我之前不是给您分享一些歌 您有没有倾向哪一首的 我说心里话 我特喜欢《阿斯海默的爱》是吧 那歌特别好 绝对已经达到一种国际水中了 你上次跟我讲的有一首我很喜欢 所以你觉得这个歌 我们两个在台上可以有什么样的表现 你这次想要跳舞吗 刚才其实我脑中有一首歌蹦出来 你觉得醒哥有这个实力 就放开去了 没怕过 只要你看得起醒哥 只要你觉得醒哥实力够 你随便选我都能唱 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实力的问题 就是只有你能和我完成 说一说 我想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就现在》 太高了 再见 解散 来来来来来 那首歌其实当年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歌 挑战一下自己吧 好吧 挑战一下自己 别说我们只是在自己的舒适圈 这次要挑战一下自己 嗯 今天 在B组新生歌手们构建的主场 前辈歌手们 要把一路走来的音乐理念 与年轻一辈的潮流风上 融会贯通 共同唱出我们的歌 各位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各位电视机器人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东方卫视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光明游备 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第五季本节目由 美声含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的高品质鲜奶领先品牌光明游备 独家冠名播出 高品质鲜奶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 更多活性营养给你更强保护力 让电动车生来更强 本节目由上汽通用汽车奥特能制电平台赞助播出 今天晚上我们B组的四组单击歌手将再次直面交锋 他们中只有一组组合可以获得团战战友的优先选择权 战得先机 现在他们已经蓄势待发 你最好的 各位让我听听你们的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第一组 我欢迎我们的五星好评 欢迎两位 《乘船之夜》对于每一组来讲 命运的选择只有两个 就是要么选别人 要么被别人选 其实我们来这个节目 我觉得无论跟谁唱 被选择或不被选择都没有那么的重要 相比起舞台 我们更希望让大家记住 我们在我们的歌第五季留下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我觉得一首歌可以代表我的心情 什么歌 我选择了你 这首歌吗 你选择了我 我帮你喝声 我帮你喝声 这是我们的选择 一切 一切交给天意 是的 而且我希望说今天两位可以弥补一下上一场的遗憾 上一场只唱到一首歌 今天无论如何请努力 我们期待着能够看到第二轮的表演 好吧 好的 我们一定加油 谢谢海哥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就座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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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组 欢迎 欢迎两位 你好 从这个服装的颜色上来判断一下 今天好像要爆炸的意思是不是 看得出来吗 真的吗 对 这个色彩的话怎么样的都是那种很酷酷的要爆炸的感觉 你知道吗 大家就拭目以待 慧琳你手里拿的是个什么 因为太远我看不清 我手里拿的是一朵云 因为上一次舞台上充满了鸭子嘛 今天我们的舞台就充满了云 我这样看过来两朵云的色彩有点不太一样 我的是白色 她的是粉红色的 Amber这个粉红色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可爱吧 赶索 可爱 哦 你发生什么事 Amber 这个为什么要害羞 要躲到姐姐的身后去 她最近很喜欢躲在我后面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在 好的 两位今天晚上有什么目标吗 我觉得看缘分吧 看缘分 非常好用的一句话 看缘分 好 两位现在这个缘分 真是越来越深 期待着今天晚上你们两位的表演 好吗 来 谢谢两位 请就座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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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下来第三组 让我们一起赛演 厅 大家好 我们是一起撒演 欢迎两位 贺野 现在感觉如何 我感觉像回家了一样 尤其是和齐哥站在一起 齐哥就是我的大哥哥 我就感觉十分的安全 心情十分的愉悦 今天晚上其实是前辈 唱新生歌手的歌 贺野 你会有压力吗 我会有压力 你为啥会有压力 哥 这年轻人的键很高 所以他要将就我一下 没有 扑克也刚才是饿了一下 好像感觉应该有话要讲 因为这首歌我自己唱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考虑太多 在之前的舞台上 和齐哥定下来这首歌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首歌 两个人唱应该怎么唱 我会不会接不住齐哥 会不会想法不同 但是在昨天彩排了之后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那就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了 好不好 再次谢谢两位 请坐坐 好了 最后一组 我们格局打开 我爱你 我的一天 我的一天 我的天堂 我爱你 我的一天堂 我爱你 我的一天堂 想成真的感觉 真的达成了我的心愿 在我们的歌 就是在舞台上能唱我的歌 而且是和腾叔一起唱我的歌 这首歌好像之前也没有 两个男生一起来唱的 从来没有过 而且这首歌还是你写的 对 我基本上所有的歌曲 都是自己写的 虽然大家听起来就有个像一首情歌 但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份爱 但这份爱包含很多层面 对 腾叔 听说今天晚上如果有机会到第二轮的话 您有一个从来没有在舞台上亮过的活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呀 好 叔 那我就不问了 我们大家跟您一起期待好不好 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好嘞 来 两位 请就座 好 好 各位 还是要先说一下这一轮的规则 第一轮除了上一轮领先的温柔爆炸组合 首轮轮控 其他三组组合 将按照后台决定的出场顺序 依次登场表演 三组组合分别演绎完成后 我们现场351位 以及在云端的100位 U-BEST优身品鉴人 将为各位投出鲜活指 在第一轮中获得较多助力值的两个组合 将有机会在第二轮中 与温柔爆炸组合进行最终切磋 第二轮中获得助力值较高的一个组合 将有之后团战队友的优先选择权 战略先机 在此我们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在接下来的表演中 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光明优备我们的歌小程序 为你心目中的最佳鲜活人气组合点赞 参与互动可以解锁更多独家精彩花絮 也能够获得来到现场观看我们录制 等更多精彩福利 根据观众的点赞 上期的You Best 我们的歌鲜活人气组合是 那今天晚上我们的前辈歌手们 将会来选择我们的新生代的歌手的作品 和大家分享 所以谁是一号鲜 请告诉我 我 五星号鲜 欢迎各位来到You Best 鲜活集市 在这里各位可以互动娱乐享受音乐 同时还能尽情享用 美深含关键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的 光明优备鲜奶 光明优备鲜奶生吐司 光明优备鲜奶冰激凌和高钙奶酪棒 今天的出场顺序 就隐藏在各位面前的光明优备盲盒中 温柔爆炸组合由于在上一场竞演中渗出 不参与首轮竞演 我来山峰点火观战的 好的 这里面已经闻到浓浓的奶香 奶香四溢 而且这个光明优备的鲜奶和面 直接做出来没有加一滴水 一二三开 我的是芝士流心牛奶面包 我的是优备鲜奶生吐司 迷你巧克力吐司 所以名字里面有什么意思吗 里面有顺序 里面有顺序 看到了 这下面 暗藏的玄机 被 我的是优 我的是光明 光明 光明优备 一二三 第一名 好 高品质鲜奶领先品牌 光明优备 被各位带去满满的鲜活里 好香 感觉也有在喝光明优备的感觉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和光明优备一起 开启高品质的音乐舞台吧 好 我要先打开 莫莫身后的这一张唱片 莫莫会选择自己音乐之路上的 哪个年份呢 2021 对 2021年是刚好我沉寂了三年时间之后 再次回到舞台的这个时间 那我为什么又再次重返舞台 其实就是因为我无意间 又听到了我自己十年前 所演唱的这首歌 这首歌的能量一下把我炸翻了 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回到舞台 好好做音乐 好好去享受音乐 对 明白 这首歌其实之前也是单独的版本 对 对 今天有请歌加入会有什么特别吗 哇 这首歌单人版本 带给大家的惊喜 已经在那里了 但是如何让它更加的燃 更加的有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我唯一的选择 这个人只有苏醒哥哥 谢谢莫愁 讲得我很感动 但说实话 我是有一点点的忐忑 这是我们的歌第五季 对我感觉难度最大的一首对我来说 因为某某的歌我们只在那个原调上降了半Key 哦呦 对 哇醒哥 哇你好厉害 男孩要唱女孩的歌其实很辛苦的 包括这首歌我自己唱原本的Key 我都是觉得很难 因为我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 就光录音就录了整整两天时间 所以你们就看吧 男高音出现了 好 那我们来替你报个目 下面是我们今晚的第一首歌曲 来自吴莫愁和青年男高音 预备歌唱家苏醒 好吧 来两位有请 在节目播出期间 我们联合微博发起 柏雅紫期合作舞台 各位可以上微博搜索我们的歌话体验 对你喜爱的舞台点赞 好 青春的激情百花盛开 有时候这不是一个需要等待的年代 你想看到美好的未来 就看你的现在 我说你的色彩 看着我的表情 告诉世界 我从不会失败 就看着我的踏步 若你有梦想 就一起来 爱谁 谁关谁在舞台 Leave now 我就是主宰 梦想 才让心跳存在 散发出光彩 看着这个节奏 看着这个节奏 我扭你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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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扭我的追求 我们的姿态就绝没有 Fireshine 你现在就在乎你去离开 Freestyle 激情从来不会去离开 我不在乎 怕好悔 只有我再伤 我拿着我的脉 你会听到我的戴 This time 我就站在这里 Next time 就算战败可以 踩起头 怕到什么风 怕到什么浪 怕什么往虎 所以 就现在都神别将任何作协手 就现在出发 一定就真会携手 就现在唱一次 过一次 你别碰上一次 就当一次 自己的主宰 Just show you hand 跟你自己看牌 这一次我的梦 我为你去站台 谁正被我两兵翻牌 全决情绪万代 青春的热情 需要灌溉的Fatial style 后全场 自己为自己喝采 我们能遇见尊爱 幸福的创在 正现在青春还在 请看着我的表情 告诉世界 我从不会失败 就跟着我的脚步 若你有梦想 就一起来 爱谁 谁关系在舞台 Leap now 我就是住在梦想 在这种心跳存在 散发出光 在黑黑黑黑 跟着这个街头 跟着车在街头 不动你的双手 不动你的双手 我有我的追求 我有我的追求 我们的姿态 说个人又烦又帅 在这种心跳 爱谁 爱谁 谁关谁在舞台 Leap now 我就是住在 梦想 3 暗示 散发出棺材 爱谁 谁管谁在舞台里边 我就是主宰 可我 才让心跳存在 散发出棺材 Let's go 跳 跳 嘿 嘿 嘿 正现在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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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没破音 感恩 谢谢两位 好炸的舞台 苏醒 这个是你有史以来 在Live的表演过程当中 唱到了最高的key了吗 是的 这是我个人来说 到目前为止 我感觉难度最大的一首 居然刚刚没有破音 我非常庆幸 这首歌难唱是只针对我 因为某某唱没问题 这个歌的key 对我来说比较高 但是不是做不到 就是比较难 散发 散发出棺材 爱爱爱爱 这个key 好高 第一次有一种现场会破音的感觉 我觉得醒哥又开始在这里低调了 一开始我在群里说醒哥 咱们降点 醒哥说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我想说我是相信醒哥 但没想到他这么的自信 不是 后来自己认怂了 然后我跟音乐老师说 还是降半key吧 现在我们把它改掉 太高了一点 三 三 好 好 不降这半key 我得死在这儿真的 就半key 半key已经是有一些小的折索了 但是对我来说 就得拼老命了真的 特别感谢东方卫视我们的各个节目组的所有的音乐老师对我的帮助 也是感谢我的伙伴 给我很坚定的这种支持跟信任才可以让我最后能把这个歌相对圆满地完成 谢谢大家 谢谢我的搭档 非常非常棒 你们两人刚刚表演的时候有关注到这边的六位的反响吗 哇 我觉得他们很high是不是 对对对 就觉得一直在听他们唱一直在这样子 我觉得 可是一点都不累 就是一直想要跟他们玩 某某好像本身舞蹈能力就很强对吗 然后我看到苏醒有尽力的 一阵乱跳是吧 不是 你有一个脚步踏出去 我以为你要低板动作 择日不如撞日 不要 彩排的时候我曾经很笨拙地来了两下 后来发现对地板是一种侮辱不太好 还是好好唱歌吧 对 我觉得他们表演很够国际份 那种身形那种气少那种舞台上的那种风范 真的是我整个人默默的就苏醒过来了 原来梦默的心醒过来 上一次还是怀疑醒哥默默让我特别想上去 今天我特别向原地起飞 而且今天是开场 我觉得今天开场开的特别漂亮太爽了 谢谢小白 谢谢老白 谢谢老白 就是上一次她还是29岁 今天已经是老白了 谢谢老白 好 那我要问一下了 其实这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默默十年前的作品 而且这首歌是你自己当时填词的 对我参与了这部分的创作 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刚出道的第一首参与创作的歌 就是这一首就现在 那我们也在很多的媒体上看到了 其实当时你主动停下来了三年 你跟其他不太一样 你是主动停三年 说的就是我我是被动的歌 所以谈一谈为什么会主动停下三年 这主动停下来三年我觉得可以用三个词概括 就是无味 无味 和无味 第一个无味 是没有味道的味 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 会变得麻木了 然后生理性的觉得 对听歌就是提不起来这个镜头 感觉尽量不要让我听到音乐 对 真不喜欢了 我不喜欢音乐了 我想逃了 我要休息 我觉得好像不会有人喜欢我 我能理解所有人 但我不能理解我自己 第二个无味就是未来的味 这个行业优秀的人才后辈也非常多 一旦消失了一段时间 可能就无法再回来了 所以第二个味是觉得没有未来的味 第三个味就是现在的自己 就是无所畏惧的那个味 差不多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去照顾妈妈嘛 早上我就去菜市场买菜 走在那个市场 太阳照在我身上 觉得好像很美好 然后就拿起了耳机 自己就听歌 就正好播放到了我自己的这一首就现在 然后我听了那个充满能量的声音 我当时就眼睛就湿润了 就让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吴莫愁原来出道的时候 是那么的有活力 我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孩 我叫做吴莫愁 最受欢迎的女歌手 我原来是那么的热爱音乐的 我现在依旧很爱 这首歌就现在 是让我找到曾经的自己多么的绽放 多么的勇敢 无所畏惧的感觉 行哥送你个建议可以吗 下次若你感到无畏 不妨试试优备 谢谢行哥 没有优备 哪有我今天的这种无所谓 说得太好了 我刚听龙龙在讲那一段 我心里其实很想跟她说 你知道我隔了13年才再出唱片吗 这一路上我觉得只要我们 对唱歌这件事情的喜爱是存在的 不要怕没有舞台 像我刚刚看到你们的演出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活力 然后真的非常有能量 我觉得这一定会带给大家 很棒的一个力量 所以不要担心 真的不要担心 谢谢姐姐 我一定会加油姐姐 谢谢 我看到有一样东西在莫愁的身上 没有变过 那就是她站在舞台上的那一份自信 我觉得自信是所有歌手 站在舞台上最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相信 你的爱可以感染所有的人 所以莫愁允许我说一句 欢迎你们两个人回到歌坛 谢谢 感恩 感恩 谢谢 谢谢 谢谢小鸡哥 谢谢小鸡哥 我们有了第二个名字 默默休息 鲜活音乐舞台 离不开 高品质鲜奶领先品牌 光明优备 好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看看啊 下一组到底是谁 齐哥拿话筒了 那就是一起撒野了 对不对 对 一起撒野 OK 克野刚刚那个表演啊 你看完了之后 你是压力更大呢 还是迫切的想冲上舞台 我觉得是在我内心做了一个过渡吧 因为刚上来 从后面走到前面时 我心情没有那么激烈 然后刚才醒哥和孟孟姐演完就会 我就已经有一点兴奋了 他们已经把我带起来了 然后有这样一个过渡 我下面这首歌才能达到更高的一个兴奋 热情被引爆了 我听懂了 就是我们是过渡 你是踩着我们往上走 是这意思吧 那可不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赫野身后对这张唱片 他所选择的年份 应该离现在也很近 因为赫野出道时间不久 是我们 2022 是的 这个很有意思 2022年 因为可能大多数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21年出道的 我没有写21年的原因 是因为那一年的我懂得很少 我只知道去工作 去完成一些任务 那2022年相对前一年来说 其实会让我沉淀更多 让我有更多思考的机会 让我有更多沉淀的机会 所以说我选择了22年 然后在2023年 今天的舞台上 我想把我之前积累的东西拿给大家看 让大家认识一个更全面的我 那今天的这首歌是你的 但是我知道是小琪哥选的 这首歌是我很具象地了解的赫野 等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整个所有的精神 风格 他心态完全汇聚在一起 很清楚地描述他的轮廓 让一个热血的青年怀抱的梦想 然后不妥协地奋不顾身地去追求 我觉得这是我更深意承认是赫野的一首歌 大家把它当成演唱会好不好 需要你们挥手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拍手可以吗 有 欢迎各位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东方卫视我们的歌 官方微博参与微博点评 边看边聊 发表你对舞台的看点见解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歌话题也参与我们的歌 博雅慈期合作舞台等互动 解锁更多惊喜玩法 用CD听追 哪个小铁匠 转钱吗 希望 孤独的人理想 多纯洁 混沌的梦 躺听的情勒 发买着来日 我以为我心没有花 夸掉的伤影和被重担任劣笔 直到你出现在这里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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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没遇见你 如果可可是你 没下去大雨 如果一百一种 可能会错过你 要多么幸运 等我找到你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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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每些事情 如果鲜活的故事 在我话头里 如果你一种 你一遍或少年被记 才明白你说 从没真的失去 好点 抽屈高 我多想再回到 02年的夏天 热铁皮放定 用CD进去 隔壁的小铁匠 存钱买希望 孤独的人爱理想 我多纯洁 混沌的梦 弹琴的青月 泛满着来日 我以为我心没有话 跨掉了响应 和悲伤单的涟漪 直到你出现在这里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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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没遇见你 如果可可是心里 没下去大雨 如果一百一种 可能会错过你 有多么幸运 等我找到你 如果分泛的时间 是绝续的蚂蚁 如果 如果信仰 去高手掌握起 如果时间被噪音的 音变结局 才明白你说 从没全部失去 是绝绝的蚂蚁 如果一百一种 可能会错过你 有多么幸运 等我找到你 如果分泛的时间 是绝续的蚂蚁 如果 如果信仰 去高手掌握起 如果时间被造型的 音变结局 才明白你说 从没全部失去 hatred 是万人歌的 这是exembre 欢迎讨计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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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乐团老师们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乐队总监 键盘手马克老师 吉他手毕贺诚老师 贺诚首海洋老师 独手郝敬伦老师 还有我们的节目的陈佑霍老师 贺野 这个歌我觉得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 你最投入最放肆的一次表演 我说实话 前两天在别的城市演音乐节 八首都没这一首累 这首歌唱完真的很累 对啊 因为你刚刚看台菜片上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这首歌就像烟火一样 然后炸出了那个灿乱的火花之后 然后稍微要喘口气这样的 这首歌有点自死地而后生的那种感觉 是的 就是老娘跟你拼了 如果时间被噪音的音别卸去 才明白你说 成为前途失去 跟我一起输一二三 一二三 三 哇 这个歌这么要命啊 就很累 这是一首是个年轻歌手的歌 齐哥唱完快断气了 而且他的拍子里面那个字也蛮密的 所以我每次唱完你的歌我 我觉得哇 好像气力都散进你一样 这歌唱得很过瘾 但是只能唱一次 哈哈 好赫夜你现在喘气喘的怎么样 如果你喘气不行的话 我还可以让你再喘一会 那你再让我喘一下还不 好 好 所以我现在我要问一下苏醒 他刚刚还跟赫野较了一下劲 不敢是过度了 他们的舞台有升降 别这么说吧 你们还有舞蹈人呢 我们只是过度 你们有高度 服了 服了 我先喝一口小齐的奶 世界一片的光明 因为 You are the best You are the best 今天这个我觉得感觉一种 看一场特别高档次的演唱会 太厉害了 实际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我们有这么棒的现场观众们 对 允许我要问赫野一个问题 在这个舞台上 你知道在你的嘴里 出现频次最多的话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你永远都会说 我不想辜负小齐哥 我不会辜负小齐哥 那我在这里一定不会给齐哥丢脸的 齐哥一会儿的舞台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不会接不住齐哥 我和小齐哥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怕拖他后腿 你是多么怕辜负站在你边上的人吗 我特别怕 就 就他可是小齐哥 我怎么敢辜负呢 我会觉得我来到这个舞台上非常的来之不易吧 可能有一部分人还会觉得 哇 他竟然来这儿了 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去看我 那我只能是把我自己的部分做好 把我自己的歌唱好 然后在舞台上不辜负小齐哥 去跟齐哥完成一个又一个的音乐舞台 但这就是我的初行 厚生可慰 因为我很关注年轻歌手 我觉得乐坛永远需要年轻的脸孔 很新鲜的声音 我应该是从那个大风吹跟秒子 只是了解赫叶的 后来听到这首歌 我就 就这个歌手有意思 年轻歌手有这么几首 大家都耳熟能讲的代表 这很不简单 但是这个也让我想到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是在一个电视的综艺节目上 然后这首歌贺言你唱完了之后 其实你在台上 是经历了一段蛮尴尬的时间的 这个节目的一些乐评人 是对这首歌和你的演唱 是提出挑剔的 我相信你还记得那个场景 我当然记得了 那个特别深刻 到今天都不能忘 我会觉得回过头来看 其实是挺幸运的一件事 因为当我出道一年之后 我逐渐有了迷茫 逐渐有了不知道该往哪去 逐渐不知道该发什么歌 那他们当下最及时给到我的 就是一些批评和一些 老师这个音乐等会儿 我容易感性了 就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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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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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里 其实给到我的建议 都是比较中肯的 因为有一些我确实是听进去了 再之后就在自己在家思考 然后在家听一些好听的音乐 可以去提升自己 去练习一些技能 然后我觉得反过头来看 其实不是一件特别沮丧的事 我觉得音乐其实没有高低优劣 最重要是你唱的人 发自内心地去感动 就好像我觉得我自己 也没有什么高超的技巧 也没有美妙的声音 但是我有一颗最真的心 我就拼劳命地要唱给你听 那才是最重要的 齐哥是很温暖的一位前辈 特别特别温暖 对 齐哥跟我说的最多的一种话就是 哇 我觉得赫野这首歌 你要精心地把它雕琢 把它变得更有层次 把里面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 将来在你的演唱会上 一定会用到 就演唱会这个字 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 他给告诉我的 一场演唱会有27首歌 所以要加油多累积一些歌 你才好去做曲目的编排 以后多接触一些 都会特别的乐手 然后在演唱会上 你就可以灵活去运用 可以多看一些舞台 他们的那个 江南演唱会都会参考 这个演唱会唱起来应该很爆炸 我真的替赫野感到高兴 你今天身边站的齐哥 齐哥跟你所分享的很多的东西 对于刚刚起步的赫野来讲 有些话会在你心里沉淀很久很久 然后慢慢慢慢地 就像齐哥讲的 会塑造出一个值得期待的王赫野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 一起在演 好 接下来第一轮的最后一首歌 格局打开了 两位下面这首歌 刚刚小白也说了 他的创作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先来看年份 好不好 1993 腾书上次写的是1997 小白你居然比腾书还早四年 对 我比腾书的《天堂》那首歌 早四年出生 我很幸运 1993年出生 然后被一个有爱的家庭包围者 没有那个有爱有温暖的小家庭 就不会有我经历之后所有的点 那就像搭房子的地基 那是一个基础 所以我出生那年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对 腾书 我问一下 1993年那一年您在干嘛 我已经工作了 发专辑了吗 已经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 我太难了 书 我说的是 我知道您工作了 我说的是您有没有发专辑 发了 已经发了好几张了 所以这个舞台 真的很奇妙的缘分 你知道吗 我相信腾书绝不会想到 三十年以后 你会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 要唱一首他写的歌 我觉得我们下面唱的这首歌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 经典的音乐作品 这个歌 特别难唱 对我压力很大 特别是看了刚才两组的以后 我的压力就更大了 不会啊 您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因为首先这个歌太难唱了 我记得小白唱天堂的时候 也说过这个歌太难唱了 我们是相互在 宾斥着对方一样 这个歌比天堂还难 那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 来 舞台留给二位 这首歌您觉得它的难点在哪里 从头到尾都很难 真的 它这个慢歌真的 你想哪个部分 想轰隆过去过不去的 这些东西必须得一句一句的 特别认真的磨 确实这首歌对我来说 意义也蛮大的 腾叔您看 有没有可能这首歌 唱得有一种感觉 就像是我是年轻时候的您 然后我们两个在互相对话 那种感觉 腾叔 您看这个 好 这个时间 对 那 对 我都看到了 好好看 对 钟表这个概念 也是我跟腾叔一起商量出来 好像我们两个的表演 舞台上表演 有一点点那种时空交错 时空对话的感觉 你看我们俩 经过这么两次以后 现在真的是 默契越来越好 真的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东西真的得磨 对 这 우리情景天这种 没有想到一样之间的 那老师我们只能够保持 蛍帅人的 太多了 这次英雄你 我只能够保持 对 跟你们的 他 天员通航走的 我们一切老了 却没能一起忘 大地大 你没希望 别忘了我的模样 忘了吻我脸庞 你总在的地方 还是初见的河旁 坐在大树下沉凉 你还记得吗 那些情话 我爬过太久 你记不清啊 反正多的是话讲 哪怕下渺就往明天 我会继续啊 只要还能对你讲 我只是习惯一直在你身旁 大地大 我又来看你了 今天天气怎样 气色还挺好啊 你突然讲 你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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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情话 我爬过太久 你记不清啊 我有太多话要讲 也平凡的想要 就算终究被遗忘 那也平凡的想要 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 娘 娘 娘 갑니다 演唱 谢谢大家 小白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刚刚你紧紧地抱着腾叔 你跟腾叔在说啥 我说谢谢腾叔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人 无论是我们的前辈 还是我们新生代歌手 还是我们的观众 我们因为音乐来到这里 音乐它教会我们很多道理 它会给我们讲很多故事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梦 它也会留下我们对一些人的思念 一些牵挂也好 一些爱也好 我觉得腾叔 他的声音 他的唱腔 让这首歌对我有了更大的感触 所以我想谢谢腾叔 我刚刚也特别注意到腾叔的声音一出来 我身后的所有的那些 你们再把刚才那个反应再来一遍好不好 一二三 因为我之前听过小白自己独唱的这个版本 当腾叔的声音加进去的时候 突然让你这首歌有了一个角色的分配 今天腾叔他演唱的时候 我觉得他像这首歌的一个讲述者 他在讲述者属于他的一个故事 我和腾叔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感觉他唱的对象 特别像是唱给我 就像在对我说 没关系 时间会过 但我不会把你忘记 我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珍惜我们眼前的人 爱就在身边 我们好好去感受这份爱意 我们去表达这份爱意 我们去接受这份爱意 对 腾叔你当时选小白的这首歌 最触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说真的 我就大概听那么个十秒的时候 我就被感动了 我觉得小白这么年轻 很重的一个主题 写得这么淋漓尽致 真的太有才了 谢谢腾叔 其实这首歌叫做《阿尔茨海默的爱》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我爱人她的外婆 听起来是一个蛮悲伤的故事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外婆的时候 然后介绍 这是小白 是一名歌手 还给我们做菜啊什么什么 但当第二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需要提醒她才知道那个是我 后来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 在见面的时候 每次都要拿着那张全家福 外婆你看这是谁 我是小白 啊我记起来 你是 你是歌手 你是小白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她们的那份爱 一直珍藏在我们的心里呢 所以我把这首歌写出来 我希望大家驻足看一看我们身边 我们之所以能够现在这样茁壮地成长 能够有现在的生活 最离不开的是她们的爱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更好地去 感受当下的温度每一刻 我觉得这样的爱是更有温度和能量的 对 小白的这首歌会特别的有意义的地方 就在这里 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因为我们有爱 是因为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爱 新歌 你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什么感想 还在缓 我觉得这个歌是我们的歌第五集开播以来 我个人可能听得最触心的一首歌 如果我记得没错 这首歌最多的重复的那句歌词是一个疑问句 对吧 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比藤叔更适合去完整这首歌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 且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者 你的每一次提问都有一个温暖的回应 在我的眼里这首歌是完美的特别好 很厉害两位 但是我要补充一个不同的视角 因为刚才小白提到了她的爱人 我其实是跟小白坐同一班飞机 其实她的爱人就跟她在一块 在飞机上特别甜蜜 我几次想去跟她打招呼 但是我就觉得算了 多余了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呢 她就看到女孩子去洗手间 然后小白就站在门口等着她的爱人 她爱人出来的时候 小白竟然在洗手间门口这样 莫莫 行了 行了 莫莫 生活小细节的发现者 谢谢 所以最后我想说 小白她真的是一个 刚才她说1993年 出生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包括她这么用情置身地 写这样一首歌 给她的爱人的姥姥 所以我真的觉得 她是一个很有层次 很可爱又很阳光 很棒 很有才华的音乐人 谢谢莫莫 腾叔跟小白那一首 我真的听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觉得她们真正地 展现了在舞台上 纯粹用演唱的情感 去体现一首歌曲的那个表现 我觉得真的太感动了 齐哥以前听过这首歌吗 我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歌 因为之前我听小白的 大部分都是比较摇滚 然后这个让我 没想到小白在写抒情的时候 投入了那种情感 尤其是我舞台上 又跟腾哥的互动 而且我们舞台的设计 两个不同的时钟 让大家觉得岁月的流逝 在他们两个的歌声中 很丝滑的那种律动 让我很投入地一直在看 然后赫也一直跟我讲说 好准好准好准 音都好准什么都好准这样子 就我会觉得今天两位老师的演出 就是教科书一样的 就我刚刚跟齐哥说 我说我回去我还得练了 我刚刚就是我都傻了 我都听傻了 哇 太 其实就像小齐哥 刚刚在舞台上表达过的一样 歌手在舞台上的表演 骗不了人 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 会通过你的音乐 会通过你的歌声 就是传递出来 只需要这么短的时间 就可以让你沉浸其中 遇到那么优秀的歌手 我们的福分 再次谢谢两位 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谢谢 好了 接下来 拜托现场 和在云端的 You Best You 品鉴人 将为各位投出鲜活值 在第一轮中 温柔爆炸 免战 所以在其他的三组当中 必须选择两个剑 一号剑 五星好评 二号剑 一起撒野剑 三号剑 格局打开 我们的投票通道开启 我们的投票通道开启 大家都有准备的 没准备的 全都有准备的 三号 二号 五 四 三 二 一 算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是哪两组呢 好 很好 我们恭喜五星好评 合举打开 我们一起来期待 第二轮的表演 我是完成了 我来我们的歌说的一个愿望 在舞台上唱我的歌 然后和腾叔一起唱我的歌 谢谢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嘞 漂亮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光明优美 中国梦之声 我们的歌第五季B组 第二轮切磋的第二轮 齐哥和贺野 就可以放心地先来看表演 换了一套衣服来欣赏演唱会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会听到温柔爆炸 今天唯一的一首表演曲 我要来翻开属于 Amber音乐之路上的一个年份了 2021 12月 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她除了年份之外 她还有个月份 接下来要表演的这首歌 可能从18年就开始写 21年左右就写完了 准备发的时候就突然我在 北京在走路的时候就有下雪了 那个时候就突然就 哇 成长了很多 我也 我现在感觉到我很幸福 我 其实我觉得她 心思就是这样观察起来 她其实心思很细腻 但是 什么意思 待会再解释 好 然后但是 但是她又给大家看到 又是那种蹦蹦跳跳 停不下来的 所以我从这首歌 我也了解 她比较内在的那个部分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会愿意说 去听唱歌的这个人 自己写的歌 因为那个里面就是藏着 她的心理成长的秘密 我们今天来听听看 Amber和惠伦姐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新的感受 好 好 好 观众朋友可以扫描 评论下方的二维码 记住光明优备 我们的歌小头绪 跟你心目中的 最佳鲜活人气组合给赞 参与互动 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独家花絮 也可以获得来到现场 参与我们录制的机会 但更多的惊喜福利 谢谢 oh you're no good for me good for me that's right oh 總是讓我心碎加猩猩到地Leveless Oh 請別假裝你在乎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直到反正你要求的我 總是不夠 總是不夠 你的朋友怎麼總在我的背後 一起說我的壞話 他們都不懂你真實的模樣 過了能力你就讓它隨風而去 oh you're no good for me good for me that's right oh 總是讓我心碎加猩猩猩 到底累不累 oh 請別假裝你在乎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直到反正你要求的我 總是不夠 總是不夠 oh 總是不夠 總是不夠 好討厭啊 oh 請別假裝你在乎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直到反正你要求的我 總是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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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在乎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其實還是不太太 總是不夠 你只是在乎我的感受 身內的感覺 jurysham 總是不夠 總是不夠 你只是在乎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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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刚刚我在走过来的路上 我身后那位大哥大概说了十几遍 好讨厌 好讨厌 迪丽雀在整首歌里面 这个好讨厌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但这首歌是Amber的《别假装》 对 好讨厌 这个想法来自谁 是我 因为我的生活的口音 就是那种 就是这种的地方 好讨厌 我觉得这个变成这首歌的一个套 用一种比较轻松的 我不想太沉重的方式 但是我要表达一个我心里的一种 对 不满 对 对 本来设计是我来讲这一句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但是我又很怕 我唱出来会不会奇怪 不和谐的感觉 但是我们在台上彩排就觉得 可以两个人一起 好讨厌 好讨厌 就分担那个尴尬 放这种状态在这种歌里面 我觉得很适合 就是好讨厌 是不是他没有放在歌里 然后单独说 是不是有一点尴尬 没关系 都说都说了 好 就二位这个舞台很像什么呢 就是一个学校 一个班级里 然后一位一向很文静 甚至端庄的女老师 然后另外一位是一个比较顽皮 古灵精怪的学生 然后有一天 在一个毕业的舞会上 这个学生把老师从讲台拉下来 带到了舞台上 就这个感觉 对 就这个感觉 而且这个女老师年纪也不大 很青春亮丽 我看完你的表演 我很想给你们伴舞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难 慧伦姐和Amber的那个大家 然后那个手舞就是 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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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我去舞蹈动作真的超快啊 对 今天的舞 她都是她编的 哦 哪有 是哦 姐姐在在彩排的时候 她突然就这样子 我就跟着她 哦 是是这样子来的 对啊 哈哈 哈哈 腾叔 就如果小白有一天跟你讲说 说我们在台上也来一个这样的 哈哈 海哥 刚才 在跳的时候 我跟腾叔说了一句话 腾叔 啥时候来一个 然后 哈哈哈 然后 然后腾叔的表情是这样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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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一个 哈哈 哈哈哈 但是我们待会等一下 腾叔今天晚上真的会放一个大招 我再次预报一下 再次预报一下 接下来我要问一下 因为这首歌是Amber写的 嗯 Amber 你刚刚跟我们讲 你之所以写下2021 12月 是因为你会觉得自己突然之间成长 对 因为这个歌的故事说实话 就是有一点悲伤吧 就是我被我最靠近的人被骗了 就是说哦 相信我我可以帮助你 就相信了他们就被骗了 所以我没有钱了 There was a really toxic ex that I had who took a bunch of my money which is why which i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almost went broke and then but other business people and all these people trying to take my money and they took some of it and I'm very sad about it 那段时间就是很怕见人 不容易相信人 也就是不太会出去 可是我想要面对这个事情 那个骗我的人 害我的人 我不要听他们了 我也不想要满足他们的要求 明白 我们的导演组特地找到了 和这个时间对应的一篇微博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几年前为了省钱 我总是吃微波炉加热的速食盒饭 早上吃一饭 晚上吃另一饭 那时候我跟一些错的人打过交道 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磨难 别假装最近发行了 让我一直在回想那段日子 也正是那段日子 让我写出了这首歌 我非常感恩我能走到现在的位置 现在我有了所有基本生存所需的东西 我有我信任的朋友 甚至还实现了奶茶自由 我现在可能不再是曾经的那个羊驼了 但是我肯定会一直都是羊驼的 再一次谢谢 谢谢你们 爱你们哦 这世界从暖暖 只望这一场混乱 我们加油吧 Let's go 加油 我听了Amber就是在创作这首歌 她的那些故事 我想要告诉你 反正我们成长过程 总是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那些在当下可能对我们来说 好糟糕哦 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来说 都是一种滋养 因为那会让我们看见自己 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 只要我们不要放弃跟忘记 我们心里最单纯 最善良有爱的那一块 我觉得永远无敌 不负贵 其实我最欣赏的是 Amber用这样的一种曲风 来诠释藏在后面的那个故事 悲观是很容易的 但是乐观是需要努力的 其实你在你的创作中 用你的努力让你乐观起来 也把乐观传递给所有的人 我想面对不喜欢的人 我就说 我不想要因为他们 影响到我的快乐 我想要快乐 我就做我自己就好 做自己 谢谢两位 我们也感受到了 你们带来的快乐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 谢谢 谢谢 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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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爆炸的表演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 我们藏了整整一集的悬念要揭晓了 萌书要放大招 腾书现在可以说了吧 也不是什么大招 真的是大招 因为腾书演唱剩下这么多年 对 从来没有在舞台上 有一次这样的表演 对 真的一次都没有 是没有 而且这首歌还是书自己挑的 对不对 腾书自己挑的 腾书 您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确实太喜欢了 我大概二十多年前 就开始喜欢这歌 一直到现在 确实一方面也是一种 自我挑战吧 各位 我们将在电视的影评上 第一次听到 腾书唱英语歌 有请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这歌我太喜欢了 我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听到这首歌 就特别喜欢这歌 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话 可能更喜欢类似这样的歌 真的特别的温馨 而且也是给了一种鼓励 我也是从来没有 在舞台上唱过英文歌 怕那个歌词给唱错了 腾书有些地方我是唱和声 然后反正我觉得还是 这一堂音乐唱得舒服的一种 可以吗 特别棒 毕竟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音乐作品 对这种歌我还是 还是不太放心 怎么说呢 真的是自我挑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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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el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ning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ork and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arche Apa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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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우리나라 Apapat Ce W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siz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size me up So I can steal down mountai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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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天哪 腾叔为什么就是愿意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来尝试一个你之前从来没有试过的英文歌 虽然您说这首歌一直在你平时爱听的歌单里 这个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通过我们的歌这个舞台把我会唱的英文歌展现给大家 谢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歌真的特别是就我们这一代人更喜欢这歌 我在前后听到好多版本都特别好听 所以这么好的歌如果这么好的舞台上不唱的话会很遗憾的 谢谢 谢谢腾叔 我们也特别的荣幸腾叔愿意把这首歌呈现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 就是确实一直想在一个舞台上唱这首歌 这是我的一个很多年的一个新音乐 最后唱完以后我真的心里挺高兴挺幸福的 毕竟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我终于完成了这么一个新音乐 小白这首歌是不是其实在你成为歌手的道路上也曾经留下过一个很深的印记 是的 海哥 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这首歌是我在十年前身带拉伤嗓子坏掉的情况下 我以为我要离开那个舞台唱的这首歌 当时这首歌是我能够站在舞台上继续歌唱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这首歌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今天腾叔用他的声音击落更大的力量 对 其实 熟悉以后我今天唱得不是特别好 这还算不是特别好 留点面试给我们吧 好 好 好 但是唱我以后 听到你们大家的掌声的时候 我很幸福 好 好 好 我只能说我的肉体 我的精神 全部被圣洁的这个舞台给洗礼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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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Amber 继继续继续继续 我非常非常酷 很爽 谢谢 谢谢Amber 来 五星好评这次给几星好评 这有什么好评的 这都七星了 不是真的 我就一听完我就感觉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惭愧 对 第一首跟莫莫唱那个秀现在 我还说这首歌对我来说音很高很难唱 腾叔老白是小苏见识少了 原来腾叔唱英文歌也这么有嚼劲 太香了 腾叔真的英文歌都征服了您就差唱跳了 期待你 太香了 快了快了 你们想把我弄死了 我们的歌舞台是非得包弄死是吧 很多人都问我说我们的歌你主持了五届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首歌 就是前辈歌手 新生歌手 互相之间 raise up 就互相之间的一些新鲜的呈现 you raise me up 不仅是唱给所有的观众 更是唱给他们心中所钟爱的音乐 音乐就是可以让我们暂时忘掉生活当中的烦恼 在歌声当中去感受美好 行啊 还可以不 太乍了说 这叫唱得不好啊 真的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各位 是五星好评在这一轮的最后一个表演 这首歌就是之前有准备 但是上一次就很遗憾 上一轮没唱到的那一首 对 就是希望把之前没唱到的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下 那咱就来吧 来 好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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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夜一生 還有什麼人 讓你這樣 醒著書傷痕 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 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 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闷 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若爱的神会无理平衡 为情困摸着了灵魂 该爱就爱 该恨的就恨 要为自己保留几分 女人都有的天真 和温柔的天分 要留给真爱你的意义 不管未来多苦多难 有它陪你完整 虽然爱是种责任 给要给的完整 有时暧昧再无法融合 爱有多小魂 就有多伤人 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 夜一生 夜一生 还有什么人 让你这样醒着树上河 为何淋水前会想要流离尘灯 你若不肯说 我就不问 你都会想要与你 involved 你都会想要流离尽 那你会想要流离尘灯 磨成了靈魂 該愛就愛 該恨的就恨 要為自己保留氣氛 女人的天真 溫暖的天真 想要我給全愛你的人 不管未來多苦多難 用它陪我完成 雖然愛是種責任 給要給的完整 有時曖昧再無法誘惑 愛有多少魂 就有多少人 你若用個愛的就要勇敢 夜一生 還有什麼人 讓你這樣醒著樹上河 為何你睡前會想要留一整個 你若不可以說 我就不愛 啊啊啊啊 baby 在这儿还有一个人 我跟你们讲 你们两位在唱的时候 在这儿还有一个人 很投入地跟着一起上 这个人叫王赫妍 这次不是红的时候 赫妍你出生了吧 1995年 那我可能即将出生 刚刚这个表演 哥姐 我觉得你们俩好像 在一起合作了好多年一样 就是默契 太默契了 这首歌在我看来 是非常非常难的 转了很多次 第二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是在一个副歌中间的第三小节 好像就直接硬转 这个阴头特别难找 然后转完了之后我就想 我说这下就不用转了吧 然后后面又转 又转 对啊 不停地在转 我就觉得 真的两位老师每一次都给我惊喜 真的太帅了 我就向你们学习 谢谢赫妍 谢谢赫妍 其实她们选唱这首歌 真的就是我最崇拜 最欣赏的一位女歌手 就是Sandy 林一连的歌曲 所以其实我听到她们选这首歌的时候 我想天哪 没有两把功力 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它演绎得好 对这个歌主要是默默推荐的 而且刚才赫妍说的所有的硬转调的部分 都是默默先要去做这个处理 所以真的乐感非常棒 那我就问一下 默默为什么推荐这首歌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很多年了 在我上艺术院校的时候 平时自己练歌的时候 就总会翻出来唱这首歌 然后我就觉得 既然是这样一首歌 有机会能在这么好的舞台上去唱 又是男生女生一起唱 肯定会有它的难度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弄好 享受好 然后我会很投入在一个想象 一个爱情的一个氛围当中 你看出来了 刚刚你脑子想的你的人 我脑子想的我的人 对 没有 我在想你 勋哥 你真的不知道 某某一直在看着你背影 是吗 对 就是那种爱而不得 懂吗 就是 我刚刚看苏醒的那个画面 大家没有发现 苏醒一直插着口袋 那种感觉上 失忆的男人 就是一直在那边 很有画面感 有 有 有 哥哥观察太细致了 就这个口袋主要是什么呢 在这样的感情困境当中的男人 一般就是心灵很受伤 但是要故作潇洒 但是要故作潇洋一生 还有什么人 但是其实我们看在眼里 你们两个中间是有电的 感觉写上歌坦的神雕侠侣啊 我觉得在音乐的世界中 任何美好的组合都可以产生 谢谢你 谢谢你们两个人今晚带来的这首歌 唤起很多人美好的回忆 再次把掌声送给五星好评 谢谢 谢谢 过去 这转据很难 太好听了 这转据也丝滑地过去了 好 那今天真的所有的曲目都已经演唱完毕了 我现在要拜托现场和赛云段的U-best-vision品见人 为我们选出你最喜欢的一个表演 一号箭温柔爆炸 二号箭格局打开 三号箭五星好评 我们的投票通道 开启 5 4 3 2 1 刷票 哪个组名出现在屏幕上 他们就拥有优先选择权 3 2 1 请揭晓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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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团战优先选择权的是格局打开 海格 这儿选 对 对 腾叔来吧 来 那个 那个你说 你说 你说 这个要你说的 来吧 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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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我们这几位歌手里面啊 我最熟悉的是小琪 我每次一见小琪啊 我就想请客 为啥 因为我们俩有太多的愿意 哦 我们一起拍个电影 所以好多年没见 真的是这样 但是 但是 还好有但是太好了 就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啊 嗯 第一次认识了苏醒和吴墨仇 哥你这个但是打算用几次 我先做个心理准备 三路十八弯 然后呢 第三期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苏醒 我觉得苏醒真的太可爱了 嗯 然后 乌墨仇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非常好的一位歌手 所以 哇 所以了 所以我们俩的决定是 五星好评 谢谢童叔 谢谢小白 好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团战的过程当中 格局打开和五星好评将成团 而温柔爆炸 大家和一起撒野将成团 这个选择也特别的有意思 格局打开和五星好评在一起 他们会玩出什么样的音乐来 而齐哥和惠伦姐 两位滚石当年 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歌手 接下来会在团战当中 共同并肩出战 再加上还有Amber有会有 也是一个很让我们期待的舞台的呈现 下周我们即将开启团战的大幕 童叔 您就是我亲叔 谢谢您 这节目里除了默默 您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被选择了 感恩 童叔早就想好了选谁 就是你们 而且童叔连团名都想好了 童叔想的团名是 打遍天下无敌手 没问题 那队长就更不用说了吧 队长肯定童叔 童叔自己 以后我们的这个江山就拜托诸位了 好 想起来 来 第十八地方挂起来吧 好 然后徐哥下一次 就可能就是 就可能就是 我下一次就是先走了 先走了是什么意思 就因为种种原因吧 然后就下一次不能来录了 对 对 反正我就是觉得 没事没事没事 我觉得 都是缘分 这些都是回忆吧 对啊 我们曾经走过的途径 对 那你要答应我 好好的在音乐路上 继续往前进啊 好 这个我就是感性 对 我这人就是这样 没关系 像如果齐哥有些时候 我要拍戏啊 我要演唱会啊 我有些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把时间安排得非常的好 希望下次再跟你合作 没问题 放心 各个都在 各个都在 人生就像一辆列车 然后我们在这一站 同时上车了 在这一站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要 有人下车 要分道扬镳 对 奔赴我们 是我们自己的梦想 但是不是说 这样就不再见面了 可能在某一个 就下车的人又上车了 没有可能有教会的安心 对 这几集下来 特别要感谢齐哥吧 因为他一直像一个老师 要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教会我很多的事情 这一次的分别啊 想开了点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日后您看到的那个我 一定是更好 更出色的我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嗨 艾伯 你好 哈啰 哈啰 但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们 赫爷 因为他最近的工作安排 他现在已经赶得去机场了 后面就不能参战了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找一些后援 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谁 你最近有没有对哪个新人有想法的 最近红的好像也蛮多的 我可能最有深刻的是我以前翻唱一首歌 高五 高五 来 日中的有趣 我在不在意 我不曾感受过 相中在借口 相中在借口 你还不错 但还不错 像开舞人的歌好像有惊喜 对 我自己也很喜欢 我去打电话问问看他们有没有空 你认识他们吗 我认识他们 我认识他们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而且你们年轻的这一辈的交流 然后我们再加入 我们看着你们 我觉得真的不错 本节目由 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光明优备 独家挂名播出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 还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上新浪新闻头部端 搜我们的歌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网易新闻 网易号 网易娱乐 来网易云音乐收听 纯响买我们的歌 感谢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百度APP 搜狐娱乐 腾讯新闻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小齐哥一张嘴 就是伤心太平洋 这种人都带来了 棒啊 这种人都带来了